这些来说说我的弟弟吧 不是每个人都要说的 总是跟他们走的 有点比较近的 我们主动心灵的 小的时候 他是我最好的玩伴 然后 长大了 就当然 何况他也成家了 反正都工作就比较忙了 很少在一起 有的时候也玩不到他一起了 因为他从小 像他比较喜欢 一些体育类的 那个 后来我们就 没有 太多的共鸣了 我只是说 劝过他 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 他也明白他就是喜欢 每个人爱好也不同 小的时候我们在一起 可以有 有很多的 趣事 就是 跟大人 打麻将打牌 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些爱好 然后就做出来 而且非常形象 搞得他们还打不过我们 我们两个串通 然后 有一些 玩具 他的玩具比较多 我们就这样玩 很多时候还编成闯关游戏 就像打游戏机一样 有时候 有时候他自己也 偶尔我看去的时候 他也摆上玩 就当初我的创意点都比较多 然后 然后 最喜欢的当然是 打游戏机了 那早先 也是我爸爸 给我买的生日礼物 就后来 就以这个 引开的这个 风系 从小 我打那个是 跟王者 没什么区别 非常厉害 所以我 我弟弟一般都是 当然 我们两个也是 玩的对打 他比我小三岁嘛 一直比我矮半头 直到后来 突然不知道哪一天开始 就比我够半头了 我们这个 反正很多回忆 有的时候 我去找他 我弟弟 他是小时候特别灵光的 那时候他是最聪明的 其实 他穿拖鞋 反着穿 他说 我长到后来 大了我才懂 我当时问他 为什么那样穿 他就是想这么穿 他说 这孩子 他也不懂 这个 一些词汇 但是这种 反而是 很 灵光 点化你的东西 到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孩子 脚小嘛 反过来穿 他 才能得劲嘛 就这么简单 然后 有的时候 我也跟他开玩笑 比如说 我们也常常一起 看电视剧 然后这个 那是 演那个人员泰山的时候 哦 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 我就学这个 当时 那天我们两个欧气 然后 他就 以为电视开始了 他自己去看了 然后一看着是假的 没有 就想着一定是我在叫 他还是比较聪明的 实际上我这个极高一筹 模仿的更厉害 我们跟 这个打游戏之后啊 就后来 当然过年过节呢 就也还会 有这个 每个人都一样 都喜欢 小孩子嘛 放鞭炮 然后 这个 贴春联 其实这个我们还少 因为我们这个小城市啊 也没什么文化可言 不像河南山东啊 陕西啊 很多地方 老的传统 好的习俗 没有 就好比婚藏家娶 结婚 男的一身黑 女的一身白 那在中国是什么呀 开玩笑 转发拉倒了 一点意思都没有 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们还有很多 比如说 这个 攒这个球星卡呀 水壶卡呀 那个时候 反正很多很多的 我们只是 摘出来啊 具体的就不说了 后来就 打电脑游戏 这个 我们这个 互相 连击 各种的 反正我们两个人 最好的玩法 也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